来看到这个消息捷运的部分都是降价 有民众发现最近在捷运六张离战有新的票价价目表 而且有将近七个捷运站都便宜了五块钱 但其实新的价格呢 这个新的价目要等到今年年底 也就是捷运东门站开站之后才会正式启用 捷运东门站在今年年底即将完工 那么到时候总共会有七个捷运站的票价 通通都会便宜五块钱 像是在捷运六张离站过去我要绕一大圈才会到达古亭站 而现在呢不用到台北车站 所以呢价格也会变得比较便宜 有民众到捷运六张离站看到新的价目表 从六张离捷运站出发到南市角线的古亭永安 或是新电线的台电大楼万龙七庄站 还有新电驱公所站票价都比原来便宜五块钱 命名要到年底才实施 捷运站却抢先打广告 民众看了鲁萨萨 那应该只是先预告一下大家吧 像心里先做一个准备吧 我们有一百多个车站 所以不管是像票价图也好 我们都会预先的张贴 那现行的票价图并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那也当然是因为东门站通车之后 那所有路往里面的车站 因为路程的减少 所以它的票价也会有适度的做一个减少的调整 原来新的家务表是相关单位在测试时 不小心被民众拍到po网讨论 全哥想要买到便宜车票 恐怕还得再等等 终于下期视频和王嘉玲台北报道